今天我們在這裡 我們要一起為台灣鼓舞 我們要為這六年多來 我們共同走過的改革的路來鼓舞 我們要為過去兩年多來 我們攜手度過的防疫之路來鼓舞 我們更要為在國際情勢巨變之下 展現自由民主的堅持 獲得世界支持的台灣鼓舞 大家給自己一個大大的掌聲好不好 陳基麥用兩年拼四年 我們的黃偉哲 翁張良 鄭文燦 林志堅 林用昌 也都是一天當三天用 選對人 會做事 城市的進步就會光束前進 如果地方欠缺執行力 中央再好的政策都會打折扣 台灣要更好 中央跟地方要一起好 支持肯做事 會做事的民進黨團隊 讓中央地方一條心 台灣更好一起拼 福利建設更有利好不好 好 今天在我身邊的兩位陳時中和李佳龍 他們兩年多來跟台灣人民一起 我們一起對抗了百年大年 陳時中扛住壓力 忍入腹中 陳時中不只是指揮官 他也是衛福部長 照顧人民 從小照顧到了這些都是陳時中的功勞 台灣的首都就是要像陳時中這樣的市長 一個溫暖的市長 一個會溝通 會做事的市長 一個扛得起壓力 成為有肩膀的市長 大家說對不對 第一位 林佳龍 我要告訴大家 我也是新北市民 10月26號我已經決定了 陳英文這一票一定投給林佳龍 疫情期間 佳龍是我們的交通部長 當時油業 運輸業受到很大的衝擊 我找佳龍討論紓困的方案 佳龍直接跟我說紓困方案我已經準備好了 這就是林佳龍 林佳龍一直都是認真負責 一直都為民的需要做好準備 新北市一直缺少一位全心 全意 為市民打拼的市長 新北市就需要林佳龍這樣 有經驗 有歷練 有國際觀 我新國際的市長 我要拜託大家 最後14天 要問民進黨體育的候選人 我們再多拉票 蔡英文 拜託大家 再一次挺身而出 好不好 好 11月26號 從地方開始 拼一個更好的台灣 給世界一個更好的台灣 好不好 台北加油 新北加油 台灣加油 謝謝大家 謝謝 青山王蟲 台灣加油 台灣加油 台北加油 台灣加油